那名目击者就表示了 少女看起来好像有嗑药 本台也独家地前往了江振民 前进大联盟前的最后一场公益活动 听到这些问题 江振民不愿意多谈 还想离开 至于监视器中拍到的这名少女 本台也独家找到了她的身份 她曾经在学校发生过霸凌事件 因此其实禁止能力 但也不排除她是因为缺钱 对江振民先人跳 首先带您来关心台湾激光 江振民的重点警官 我们接获目击者的独家爆料 有监视器拍下江振民 在西门町的一间MTV 带着一名少女摇摇晃旺地走出电梯 直接叫了计程车 还送她上车 这名目击者就表示了 少女看起来好像有嗑药 本台也独家地前往了江振民 前进大联盟前的最后一场公益活动 听到这些问题 江振民不愿意多谈开闪离开 至于监视器中拍到的这名少女 本台也独家找到了她的身份 她曾经在学校发生过霸凌事件 因此情势并不延定 那也不排除她是因为缺钱 对江振民先人跳 或是有正当的金钱交易 评网站到 banks definit Juby vehicle 《Ben刚 che t 구독者伯 The reasons that you can try to match last日经》 现在怎么办 球团不放人啊 球团不放人了 不如这样 上半场做江泽民的成功之路 下半场做新鲜的部分 我们可以站在众多的媒体 未审先判 穿藏附会 来探讨一下现代媒体生态 Peter 联络一下资深社工 一起讨论 你是宗教台子啊 我知道江泽民的球团 是你妈妈投资的嘛 别态度你抱成这样子了 你这么软弱切入点 没有人要看的啦 上次你做他们罗曼死 不就收视率就起来了吗 真是不一样嘛 检教单位都还没有查出真相 你是警察啊 我们可以说他被那女的先人跳啊 讲台湾棒球的黑暗面 那天晚上你人在哪里啊 龙总会已经说过了 我去看电影 而且我根本没有侵犯任何人啊 你跟谁去看电影 我自己一个 你跟谁去看电影 王总 你到底要相信我 可是要相信那些资深鸣啊 正鸣啊 我不是不相信你 但是你从高中到现在 画篇新闻就没有少过 以前那些年轻不懂事的新闻 都会被翻出来放大检验 我只是希望你对我诚实 王总 我跟郑敏都已经解释 闭嘴 这件事情如果对球团造成损失 或是大联盟那边的合约 有什么问题 你赔得起吗 我选择相信你 但是你别忘了 你是球团的资产 从现在开始 由球团代表出面处理所有的问题 记住 保持沉默 一概否认 跟郑敏详 controlled